大家好 鉴于在骇人听闻的北京市长安区奥安村 中国农业机械园院所设立的古拉格机动营犯罪现场 骇人听闻的反射的罪行 他们通过电磁武器 长时间的通过电磁辐射以及酷刑 要治我们家人与死地 这个涉及到中美双方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作为社会人实施基于正当防卫的法律原则 以及维护联合国省张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需要 作出以下公开的处理检查 针对中国政府 一 立即处决习近平 从属国家安全委员 实力员包括李强 傅政华 王沪宁 丁薛祥 马文强 军委请重新改组选举 配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检察院 公安机关 政法委 检察部 对在农店从事刑事犯罪的 所有参与犯罪之间 坚决的 彻底的 实行灭三族的死刑 这是依据古代法 国际法和中华人民务国 宪法刑法而执行的 正义的 占押反而的犯罪分子 猖狂行为的 维护民族尊严的正义行为 同时 将习近平家族所有成员 押送回国 关押在塔克拉玛干 终生久见 我们希望 邓家人立即拿着 2000亿美金 前往澳大利亚 去公开 被害人听闻的历史真相 把自己交给全世界人民 做出庄重的声明 解释和陈述 同时 鉴于川普政府 持续的行刑犯罪 我们要求美国 司法当局 军方 以及所有的国家相关机构 做出以下几点 一 暂时冻结川普家族的所有财产 二 命令川普 立即停止犯罪行为 投案自首 或自计 截图生命 停止犯罪行为 三 逮捕麦康麦尔 尼宋最高法院 以判国一级谋杀罪 进行司法调查 和处理 四 逮捕外交政策网约会 相关参与犯罪人员 五 逮捕美国参谋长联系会主义 及其国防部长 移送美国最高军事法庭 以判国一级谋杀罪 判处死刑 同时 希望美国议会及其相关机构 能够维持国家政府的正常运作 停止一切大选 我们希望美国的退役或在役的 那个鲍威尔将军 能够出来临时的主持美国政府的工作 派遣美军进入上海 浙江 江苏 五十万人 以维护人类的尊严和正义 好 谢谢